欢迎收看由林家兴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演艺承传林家兴 今天和大家一同欣赏有《雙窗六文龙》这部戏 也请来有粤剧命令吴美英 美英姐和我们一起讲解一下当中的特色 美英姐,你和星哥都做过《雙窗六文龙》这部戏 所以要请教一下你 在这一部《雙窗六文龙》里面 星哥就饰演十几岁的年轻人 虽然星哥的戏路也很广 但是也有一定的年龄差距 做一个十几岁的《雳窗六文龙》 星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演艺技巧呢? 说到这样我就要留意星哥的眼睛 因为他在眼神里面 是可以真的表达到他自己十几岁的一个小孩 他有时笑起来就好像很幼稚 很小孩子 但是到他一谈起国家大事 甚至乎要出战 他又好像整个很成熟很大人 所以我觉得要留意他眼神和他的笑容 除了留意星哥双眼之外 还有一件事要留意 因为在这部戏里面 都有大量的武打戏 我想比一般的武器应该都更加困难 他的身形和技巧上面 我们可以怎么留意呢? 通常你武打都是单枪、单刀 只有一只手就可以控制到 但是他现在是双枪 就是左右手 都要兼顾那对枪 那就要训练一段时间 也要刻苦耐勞去练 因为如果你耍起枪花的时候 左右手你不协调 就很容易拼顺自己 所以他也要下一轮苦耕 是 彈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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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彈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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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彈彈彈 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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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這是自己親生父親的 還要替他出生入死 替他打韓人 後來知道自己的身世 他當然是很激動、很痛苦 那時候他想哭,也未必哭得出 但他又可以演繹到自己的痛苦、感情 還有怎樣可以為自己父母去報仇 他也有一個層次 所以我想這件事要留給觀眾欣賞 情緒處理的起伏十分複雜 不如事不宜遲,我們一起欣賞這套 雙槍陸文龍 好 為陣南北與西東 雖人能及無英雄 一心奪出中原地 三年未得 雙槍陸文 入庫 透過 出海 額 出海 水 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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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大金方四太子于顏一述 奉了六皇之命,统领三昌六国人马,奪取宋朝天下,认了岳飞,用兵于身,伦次将孤山败,因此立命义子文龙,千内作战,方才谭子报道, 文龙得星回来,因此切下酒言,应总四夜后 三昌,殿古洞兵庸,双枪杀尽,人马中,一针石疼,喜如虹,八年威风,回应周冬啊 三昌,少年威风,回应周冬啊 三昌,少年威风,回应周冬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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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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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